你和你这个男朋友相处的时候 你们相处得怎么样 这是最关键的 所有的一切 所谓的这些标签 这些经历 都是给你带来好好相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动力 我觉得你倒不必那么的难过 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使你来到完美舞台 因为如果这个男人并不爱你 从来没有爱过你 仅仅是喜欢的是你所勾勒的那个你的话 他今天是绝对不会来到现场的 正好他如果今天没有来 你也可以放弃这样一个男人 因为他并不是爱的你 我现在能够鼓起勇气来面对 我站到这里 我就是可以面对我的过去 我所有的一切 他今天来了 他敢于面对了 这就是机会 是的 我很想抓住这次机会 这是我最后一波 我希望能够留住我爱的人 余永新出生在山东德州民村 为了开启新的人生 离婚后的余永新独自来到了北京 为了迅速与这座大都市融合 余永新隐瞒了自己的婚室 家事工作乃至真实身份 一年后 余永新与家境富裕的袁建民 相视相恋 并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幸福 可是 当所有的谎言 像泡沫一般破裂之后 余永新的假面身份 全部暴露 男友袁建民 无法接受这些 分不清是为了爱情 还是为了欲望的谎言 所以提出分手 今天 余永新鼓作勇气来到节目现场 要将爱人坦诚自己的谎言 那么 曾付出真爱的男友 袁建民 会来到现场 接受他的告白吗 来 请站到 开启告白这门的摁线旁边 建民如果今天没来怎么办 他避而不见 我以后不会再撒谎了 做真实的自己 坦白过去 如果他来了 但是依然不能接受你的谎言 依然不能接受你的坦白 怎么办 我想他来了 他一定会接受我的 因为他那么爱我 他说他要跟我结婚 这个 你不会对一个没感觉的人 就说我爱你 就说我要跟你结婚的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 最介意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不介意这个 不介意那个 但他就是非常介意 被欺骗 他就不原谅你 你怎么办呢 我更加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让自己 成为一个即使有过去 也能拥有幸福的人 我们还能过去 接受给我们的 我们再来